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卢君洪台长二十年来 无私奉献 慈悲复出 度化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步入佛门 人心向善 佛果长存 卢君洪台长舍己无畏 妙法世线 普度苍生 白化佛法 智慧圆融 启迪人生 大爱无疆 和平之光 利益众生 无数佛友结缘心灵法门之后 破迷开悟 改变命运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卢君洪台长也被誉为 活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至今 卢台长亲赴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 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敬白场 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世界掀起一股 学佛修心的浪潮 并被世界各国的媒体 关注与报道 近年来 卢台长在世界各地的 为救赌众生与世界和平的贡献与努力 广受国际社会的肯定与赞誉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洪台长世界和平奖 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还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 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副盛名的西耶纳大学 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卢台长还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 拿督终身荣誉爵位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 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 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 2015年联合国大会 和平文化高分论坛 使佛教精髓与和平理念 走向世界 近年来 心灵法门之花在马来西亚遍地盛开 卢军红台长 心系大马有缘众生 多次来到马来西亚 红法度众 这次卢台长不辞辛劳 特别在马来西亚 举办两场悬疑宗述现场解答会 与大家共沾伐喜 共募佛光 使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 普照有缘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 也特别感恩来自马来西亚 以及世界各国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佛光普照 遍马来 心中智慧 学如来 普度众生 随缘来 人间正法 明如来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 荣天护法 十方三圣 一切 诸佛菩萨 感恩 各位嘉宾 法师 和来自 全世界的佛友 马来西亚的义工 佛友们 感恩你们 护持 今天 殊胜的 法会 谢谢大家 人间 争斗不断 心中 烦恼 不断 身体 病痛 不停 感情 痛苦 不让 每天 有多少人 他们 活在 化疗和 放疗 生不如死的 病痛当中 每天 又有多少人 失去家庭 失去孩子 成了自己 孤身一人 在人间 想做的事情 做不到 不想碰到 不想做的事情 天天要做 这就是佛法讲的 求不得苦 和冤赠会苦 喜欢的人 爱的人 偏偏要离开 每天 有五万婴儿 母亲苦等十月怀胎 最后胎死腹中 痛不欲生 这就是爱 别离苦 所以 这个人间的烦恼道 因为没有菩提的智慧 所以人间就成了痛苦之地 因为在人间 我们失去了菩萨的智慧 人间就变成了五卓恶事 所以只有学佛的人 才能去除烦恼 只有真正把自己的心 交给菩萨 交给佛的人 才能超脱六道 现代人 财富在增加 但满意感天天在下降 拥有物质越来越多 但是快乐感越来越少 沟通的工具越来越多 但感情交流却越来越少 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但真诚的朋友却越来越少 家里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好心情 精神是学博人的基础 快乐来自于你的想通和开悟 痛苦来自于烦恼 要学会少贪 少烦恼 少欲知足 事为本 一滴木枝 木枝跌落在清水里 水就会变成 又黑又黑又黑的 但是你把一瓶木枝 撒在大海里 大海 居然还是蔚蓝色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两者的度量不一样 宽容别人 就是度量 谦卑自己 就是分量 这两者合起来 就是一个人的修养和他的人生的质量 我们不可能要求这个全世界的人都有同样的一种境界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善良的心没有被别人重视 我们就放弃了自己那颗纯洁善良的心 学博人一定要记住 当你没有被别人认可的时候 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要任性 你要有忍辱性 忍辱才能精进 记住台长接下来这句话 对那些把玉石当成石头的人 你们在生活当中要宽容的笑一笑 你宽恕了他们 你就超越了别人对你的伤害 得到了解脱 大家这句话听得懂吗 你宽恕了别人 你宽恕了别人 你就超越了别人对你的伤害 从前有三个兄弟 他们想知道自己的命运 于是他们就去找了一个智者 这个智者听了他们三兄弟的来意之后说 哦 在遥远的天兰国 在这个大国寺里边 有一颗价值连成的明珠 它叫夜明珠 如果你们去取的话 你们会怎么做呢 大哥首先说 我生性淡泊 夜明珠在我的眼睛里 只不过是一颗普通的珠子 所以我不会钱去拿 二弟挺着胸脯说 不管有多大的艰难险阻 我一定要把夜明珠拿回来 三弟则愁眉苦脸地说 去天然国 路途遥远 而且诸多风险 恐怕还没有取到夜明珠 我人就没有命了 听完他们的回答 他这个智者微笑地说 哈哈 你们的命运不就是知晓了吗 大哥深信淡泊 不求名利 将来很难荣华富贵 但也正因为自己的淡泊 他会无形当中 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照顾 二弟性格坚定果断 意志刚强 不畏困难 预测你的命运前途无量 也许会成大气 三弟性格懦弱胆怯 欲试犹豫不决 恐怕你命中注定难成大事 人的性格影响着 我们人生一生的命运 你们记住台长告诉你们的话 当你们在播种行为的时候 你们收获的是习惯 你们播种了习惯之后 你们收获的是性格 当你们播种了性格的时候 你们收获的就是命运啊 所以一个人的命运 就是由于自己不理解 这种不好的无名习惯 造成你一生的坎坷呀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中国传统文化早就讲过 叫畸形成实 就是你的行为累积 就会成为这个习惯 畸形成性 畸形成命 这些都说明了性格的重要 所以一个人的性格 所以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人的命运 希望我们学博人心胸要开阔 要想得通 哈哈一笑 人间何处没有芳草啊 我们在学博和生活当中 要注重培养自己性格当中的善良的成分 特别是年轻人正处在性格形成的时间 就要从小事注意起 行为要当心 养成慈悲众生的行为和习惯 形成善良乐观的性格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 好坏不分 性格倔强 很多父母亲为了孩子好 让孩子多学点本事 但是孩子不理解父母亲 还要埋怨 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一个小女孩打进电台的热线 要给妈妈点一首歌 主持人说 小朋友 你为什么要给妈妈点歌呀 小女孩说 妈妈很辛苦 每天忙着带我去学钢琴 又要画画 又要跳舞蹈 还要陪我做没完没了的家庭作业 主持人说 真是个懂事情的好孩子 你想点一首 什么歌给妈妈呀 小女孩说 我点一首 心小其唱的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 所以 很多人为别人的付出 当对方不能理解的时候 你就受苦了 无论我们属于何种类型的性格 只要我们具有善良性格的特征 就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的七彩人生 那就是佛法人生 有两个和尚 他们呢 住在两座山里面 一个叫一修 一个叫二修和尚 大家都听到过一修 没听到过二修 今天台长就告诉你们 这两座山上都没有水的 因此呢 两个和尚呢 都要到山下一条小溪呢 去挑水 那么水呢 必须要乘很多 才能够我们山上很多的那些 那个法师啊 在上面在吃 但是呢 久而久之呢 一修和二修呢 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时间呢 在每天的挑水当中呢 已经过了五年了 有一天 二修呢 像往常一样 到小溪当中去挑水 他发现了 一修竟然没有出现 一直等啊等啊 每一天都等不到 又等了一个月 一修还是没有出现 这个时候二修就担心了 会不会 这个一修 小和尚生病了 我要去拜访他一下 看看能帮什么忙 这时候 他就上山 找到了一所 所在的庙宇 却发现一修和尚 正在庙前的打太极拳 他吃惊的问 一修 你已经一个月 没有下山去挑水了 为什么 你没有挑水 还有水喝呢 一修笑呵呵的 把他带到了 庙宇的后院 指着一口井说 这五年来 我一直想寻找一个水源 我挑完水之后 我完成功课 我都会利用空间时间的 来这里挖口井 现在我终于挖了一口井 从现在开始 我再也不用下山去挑水了 所以我才有时间打打太极拳 念念经 因此一修 从此不要再辛苦了泪去挑水了 而二修却依然每天要下山 没有休息 这就叫一不做二不休啊 所以智慧的人 总是利用空余的时间 来帮自己找到未来的希望 就像我们现在有空就念经 为了保护好自己今后将来 不要得病 就像很多人要照顾好自己身体一样 利用空余时间多多的锻炼身体 让人生获得持久的精神力量和成功 靠的是你利用所有的时间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每一个时代都有修成的一大批菩萨 而每一个菩萨的修成都是因为 他们当别人在吃喝玩乐的时候 他们在默默的修心 默默的度人 在帮助众生 当别人还不理解这个世界的真谛的时候 他们已经获得了人生的真谛 所以当别人痛苦才要去寻找人生真谛的时候 他们已经修成了菩萨了 人们常说 心地善良 心就是一块宝地 心是本性 地就是一块大地 其实大地用人间的画甲 就是资源和你心中的宝藏 能够让我们获得五股杂粮 所以这块地种什么 它就会长出什么的地方 说心地就是说你心中有这么快宝善地 你无量的福德 无量的吉祥 无量的智慧 般若的慈悲 均是从你心地里长出来的 所以希望你们看好自己心中这一块 唯一干净的宝地 那是你们慈悲之门和基础啊 很多人在人间什么都舍不得 所以他就背着沉重的包袱 有一个年轻人 他一个手残废之后 千里迢迢来见智慧大师 他说大师啊 我是那样的孤独痛苦和寂寞 我现在成了一个残废人 我长途跋涉疲劳之急 尝经了人间的辛酸苦辣 为什么我找不到心中的阳光呢 智慧大师问 那么请问啊 你心中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这位年轻人说 大师 我心中装的是我每天跌倒时的痛苦 每一次受伤之后的哭泣 每一次孤独时的烦恼靠了他 我才能走到你这里的 于是智慧大师说 好年轻人来来来 我把你渡过河 我们坐船去 我带你看一看 结果呢 大师带着这位年轻人渡过河之后 对着年轻人说 小伙子啊 请你把船扛着 跟我赶路吧 这个年轻人 很惊讶地说 智慧大师 他那么沉 我扛得动吗 是的 孩子啊 你扛不动他 你知道 这个船过河的时候是有用的 但用过了河 我们要放下船赶路 否则它会变成我们的包袱 痛苦 孤独 寂寞和灾难 眼泪 这些对人生都是有用的 手可以残背 但是你的心没有残背啊 你一直痛苦的忘不了这些 放不下这些残背 你就成了人生的包袱 所以放下它吧 孩子 生命不能背着太重的负担 想一想 想一想 我们过去的痛苦 现在还有人背着 想不通 难过 很多人临死之前 还要舍不得这个 舍不得那个 他怎么能够轻装待发 上七天呢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放不下自己的家庭 放不下自己的房产 放不下自己所有的一切 放下是智慧 执着是痛苦 学博人追寻着智慧 那我们就要学会放下 痛苦和孤独 那在人间不可少 寂寞和灾难 那是一定会有的 这些东西都是人生宝贵的经验 它能使我们变得越来越清醒 越来越成熟啊 长见识 出智慧 所谓的吃一切 长一智 真的有难的时候 你才能懂得 这些经验对我们多重要 我们学博人 如果把人生的烦恼 当作一个沉重的包袱 背在身上的时候 那就会使我们 无法负重前行 最后我们会被人生的包袱压垮 所以现在我们心中有菩萨 心中有佛 我们什么都不怕 好好地在人间还债 好好地在人间消夜 无在书在一身心中有佛 你才知道人生只是我们的一段旅程啊 台长在广播里有一天呢 同修打进电话 帮他弟弟看图腾 台长说他脑子里有灵性 晚上不睡觉 怕人自言自言自语 自己还会笑 肠胃不好 走路的样子非常的怪 台长还说 因为他弟弟前世把一艘船弄翻了 让很多的人丧命 所以他今生才受到的这个果报 而且他很怕水 下面 最后他的这个人说 连冲凉他都怕水了 所以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麻烦支付请看一位男生 八八年属龙的是我的弟弟 八八年属龙的是吧 是我弟弟 那我告诉你啊 现在在他的脑子上还有灵性 他经常晚上不睡觉 对对对 然后呢 有时候怕见人话都不讲 闷在房间里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讲讲话笑笑 对对完全正确 还有他的肠胃也不好 是是 还有呢 他的走路的样子稍微有点怪怪的 最近是这样 最近 他现在被灵性弄得蛮厉害的 你们现在赶紧许愿 给他小房子多一点 赶快好好好 你这个弟弟啊 他为什么会脑子这次有问题 他是过去 他是在水 海上工作的 他曾经把一个船弄翻过 过去 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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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市把船弄翻过 弄翻的 所以有很多人死在他手上 那些都是冤魂在搞他 所以他这个人很怕 很怕水的应该 对对对 他冲凉都不敢什么冲凉的 对呀 连冲凉的水他都怕 何况 何况海里的水呢 他就是过去 因为水有 让他受伤过 所以他就怕得不得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谢谢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学会 从自己受的伤害当中 找出人生的方向 从痛苦当中 找出人生的自我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的人生 要寻找真正的佛性 来解脱人间的苦难 不容易呀 多少人找了一辈子 都没有找到 就这么一无所得的 离开了世界 就像我们很多人的父母亲一样 我们现在找到了魔法 我们才真正的明白 若不来人间 真知人生之苦啊 拥有就是失去 记住了 看见花开的时候 要想到 它会花谢 看到花谢的时候 要想到 花还会再开 我们到了人间 我们到了人间 就要想到 为自己留条后路 我们到底在结束生命的时候 要往哪个方向去走呢 拥有菩萨的境界 拥有佛的目标 心中 克服人间一切的烦恼 这就是我们的精神力量 用这个精神力量支撑着我们的心 让我们共攀四圣 登上极乐 有一个西人叫弗莱明 他是一个穷苦的苏格兰农民 有一天 他在田地种地的时候 听到附近传来哭喊声 他放下农具 赶紧跑过去 想看看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他一看 原来 一个小孩子掉到了粪坑里 弗莱明忙把这个小孩子 快快地救了上来 第二天 在他家的门口 一辆崭新的马车 从很遥远的地方 停到了这个农夫的家的门口 车上走下来一位优雅的绅士 他自我介绍 我是这位小孩的父亲 这位绅士说 我要报答你 是你救了我的孩子的性命 这个农夫说 我不愿意接受任何什么报酬 这是我应该做的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农夫有一个孩子跑出来了 生士就问 啊 这是你的孩子吗 农夫说 是啊 这时候这个生士就说话了 啊 我们来一个协议吧 你让我把你的孩子带走 并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 假如他能像他的父亲一样善良 我想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令你骄傲的人 农夫居然答应 后来这个农夫的儿子 从英国的圣马利亚医学院毕业 成为举世文明的弗兰明亚利三大爵士 他就是我们常用的 潜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者 数年之后 这个生士的儿子染上了肺炎 是什么救活了他呢 就是潜尼西林 那个生士是谁呢 就是英国的上议院议员 丘吉尔 他的儿子就是英国二战时的首相 丘吉尔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朴实善良的苏格兰农夫 他救人做出善良的举止 他不求回报 凭着做人的本能 做了一件好事 竟给自己的孩子 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又由于自己孩子的成就 医治了这位生士孩子的 成为二战首相的丘吉尔爵士 一个普通农民的一点点的善良 竟然能给他这个世界带来重大的变化 所以善大于天 一善结百哉 我想大家都很善良坐在下面 所以善良的人就无病无哉 希望你们继续善良 希望你们要用自己的善良 用心去对更多的众生 那就成为了功德呀 做人要善于做出让步 一个能够干出大事情的人 往往只注重一个大事情 他在小事情都会做出很多的让步的 记住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要完成的是大事 不能把自己斤斤计较在某一个小事点上 这样你减少了小事 会给你心灵带来的压力和烦恼啊 学佛人要善于调节 当遇到挫折带来烦恼的时候 你应该迅速的转变环境 将这些经历转移到自己喜欢做的那些事情上去 一个人把愤怒和不满的情绪 常常留在心中 就等于自己喝下了毒酒 如果我们做人能够及时的把烦恼用宽容心 包容心慈悲心来对待 一定会让你想通想开想明白 有一辆满载的学生的汽车出了车祸 当时车上很多的同学都受了伤 被抬到路边 边上的路人纷纷的前来帮助救人 有一个女士迅速的走到一个受伤很严重的学生旁 检查她的伤势 这个时候一个男士也走到了这个女士的身旁 非常粗鲁的把她挤开 并大声的对她说 让我来 我学过急救 男士自以为能够解决受伤学生的痛苦 没想到 学过急救的 她却把这个孩子弄得痛得乱叫起来 女士看着那个男士手足无措的时候 然后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说 这位先生 如果你需要一个外科医生帮助你的话 我就在你后面 记住 我们很多人在人间吃苦做错事情 就是不把别人当回事情 因为别人的文化知识都比我们可能高啊 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啊 三人之中必有我师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要放下功高我慢 更不能自满自得 无视他人的存在 人的毛病就是看不起别人 才会让自己变得非常的愚痴啊 想一想 我们在家里有多少事情做错 不就是以为我们自己很能干吗 有的男的一看太太做菜很容易 不就是吵两下了 你让他去试试看 鼓掌的怎么都是女士了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谦虚 要去除功高我慢 要生出平等心 台长告诉你们 很多人说台长啊 我怎么生出平等心呢 记住了 去除功高我慢 看谁都很顺眼 因为你跟他们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台长经常跟你们讲的 在天上 阿弥陀佛讲课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 那个时候在天上 他都是菩萨的 那么菩萨呢就跟你们现在一样啊 但是只不过我们在人间是学佛人 他们在天上都是菩萨 那菩萨也有个性很好玩的 他们坐在下面听 阿弥陀佛讲课的时候呢 大家还看来看去 看这是谁啊 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是马来西亚过去修行的 谁谁谁我认识的 他们在天上也会思想不集中的 这个时候 如果阿弥陀佛一看 那不行 意念一动光芒四射 所有下面的人 脸瞬间在几秒钟当中 全部变成阿弥陀佛了 这个时候 你看我 我看你 大家都是阿弥陀佛 所以你们没到天上去 你们不知道 其实到了天上 每个菩萨的性格 不会改变的 你在人间什么性格 你到天上 就是成了佛了 你还是什么性格 想一想 寂功活佛 是不是还那些性格啊 想一想 弥陀佛 是不是还是哈哈大笑啊 每一个菩萨 都有他的性格 所以在人间 这个中转战 就把他自己 练成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 菩萨的性格 那么到了天上 我们才不会 露出那些 劣根性啊 所以任何事情 能够做出 善于让步的人 那就是中华文化讲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 给别人 给别人留个机会 就是给自己 留条后路 为别人想的人 他自己就会知足啊 我们人在小的时候 天天在长身体 但是我们现在长大了 我们不长身体 却在长心眼 长烦恼啊 小时候我们有多少烦恼 但是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大了 烦恼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的心在倒退 因为我们的心被贪嗔吃 三毒所害 我们没有孩子那种纯洁啦 我们没有孩子那些大方啦 我们没有孩子那些天真 我们失去了 我们失去了孩子般的善良啊 因为孩子心中没有恨 而我们心中充满着仇恨 孩子心中没有嫉妒 而我们现在每天活在 嫉妒别人生中啊 孩子的心如此的纯洁 爱着每一个人 而我们每天不是爱着别人 而是防着别人 对自己的伤害 所以我们自己的命运 才会变得那么无常态啊 所以自己的命运 就会越来越无法控制 最后失去了自己的慧命啊 连抽烟喝酒 我们也控制不住 每天要发脾气 看见漂亮的女孩子 多看一眼 骂孩子骂太太骂先生 连自己的体重 你都控制不住 你能控制骂 你还想控制你的命运吗 所以 佛说了 生命在无常当中啊 希望学博的人 要学会克制 用什么方法来克制你 让你不做错事情 得人生啊 告诉大家 首戒 戒律 就是我们的会命 台长 有一天 一个女儿 先前有子宫瘤和膝肉 医生要求动手术 结果她念了小房子 子宫肌瘤和膝肉都不见了 而且呢 这个女儿呢 开始求子 台长告诉她 你八九月份 可能会怀上孩子 结果到了八月份的时候 她真的检查出来 怀孕了 下面给大家听一下 录音 师父您好 您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这次打电话 我真是真的特别的感恩 上次您说我的女儿 八九月份 可能会回孕 这次真的 八月份 我们查了一下 真的回孕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零的不得了 师父 特别的激动 特别的 不知道说什么了 就第一次吧 我们打击电话来的时候吧 是因为子宫肌瘤 有小肌肉 后来呢 师父呢 就让我们女儿呢 做手术 后来呢 我们打通师父的电话了 师父呢 就说呢 让他念经 念四十九张小房子 后来他就是按照去做了 你看 就念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去查了 就是子宫肌瘤不见了 肌肉也没有了 我们真的特别的激动 特别的感恩 后来呢 师父说 他的那个妇科呢 没有大毛病了 他呢 很想 就是想 要有一个孩子 后来八九月 你就说呢 他八九月份 可能就会怀上了 后来呢 我们八月份的时候 他真的感觉 可能怀孕了 他就查了一下 真的怀孕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谢谢 一个人在世界上 想成功 靠着两点 第一点 做事成功 一是做事情的成功 二是做人成功 记住了 做人不成功 你就算事业上的成功 那也是暂时的 你一个人 做人成功了 你事业上的不成功 他也是暂时的 所以要做事 做得好 先要做人 同样 学博要学得成功的人 也要靠着两点 一是要靠着精进 和自己的愿力 二要靠着你的智慧 和你的慈悲心 英国首相丘吉尔 曾经说过一句话 成功根本没有秘诀的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只有两个 第一是坚持到底 永不放弃 第二就是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 再照着第一个秘诀去做 万事之怕 有心人 这个世上无难事 人的心是最难把握的 当你有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不怕艰难 不怕困苦 通往山顶的寺庙的山路难行 有一位佛友 他气喘吁吁 爬得像 气喘吁吁 已经累得不得了了 当他看到 在他的边上 一个小女孩 为了到山上去拜佛 背着他一个弟弟 从边上 慢慢地走过的时候 他很同情地 对这个小女孩说 小孩子啊 你要注意啊 你很累啊 你背得那么重的一个小孩 这时候 你们没想到 小女孩会非常不高兴地说 你背的是重量 而我背的不是重量 那是我的弟弟啊 所以慈爱 那不是不担 而是一种喜悦和关怀 是无求的付出 想问一问 今天在这里 所有为大家服务的义工们 你们累不累啊 你们讲了小一点 你们累不累啊 因为你们有慈悲心 想渡人 这就是你们的境界 很多人很愚痴 他并不是没有知识 而是指他在善恶的因缘当中 不知道什么叫善业 也不知道什么叫恶业 所以他又造了新的业 加上他过去的树业 所以造成了现世报 被人骂很愚痴啊 台长告诉你们 就是刚刚十一月底 悉尼的音乐节 有一个25岁的女药技师 在那里疯狂的 在跟着音乐狂跳 而且吸毒 当时吸毒死亡 而且有69个人吸毒 被警察抓起来 想一想 现在的年轻人的精神 是多么的空虚啊 他们知道什么叫好 什么叫到坏吗 他们不知道啊 他们在残害自己的身体 他们不知道父亲母血的肉身 你损坏了它 你是对父母亲的不孝顺 所以因果报应 前世后因 一切众生都应该懂得 我们为什么会做愚痴的事情 因为我们没有会目啊 我们不懂得怎么样 来改变自己 所以才会有人看不到将来啊 想一想 在座的这么多年轻人 你们会去吸毒吗 你们会去吃喝嫖毒吗 你们是好孩子 你们是菩萨的孩子 你们是以后回天的人啊 好好地学习 才能天天向上 精进学博 才能攀登 无上正等正觉啊 记住了 每天有很多人在绝望当中生存啊 十一月十九号 就是上个月 马来西亚一名华裔妇女 与丈夫发生口角之后 情绪激动 跑到离家不到一公里的八升河 跳河轻生了 她住在雪州 沙亚南 哥达肯文 宁乌达马 她是离过婚 在家的一个部女 与前夫有两个孩子 与后夫又生了两个孩子 就这么轻生死了 想一想 在今年四月份 在五级占母公寓 冰城的十八岁的华裔女孩 忧郁正发 从家中的八楼 往下跳 当场摔死 人生苦短啊 心里的病难医 灵性不断 人要学会念经 保护自己 学博要化解人生的烦恼 才能摆脱我们心中的苦闷 好好念经 平安就是福 能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啊 有一个地方 所有的居民 他们都比平普通的人 脖子要粗 因为一位医学家 他感到很可怕 他要去调研 发现当地这个地方 严重的缺点 他决定利用 当地人集会的时间 向他们指出这个问题 和解决的方法 到了那一天 这个医学家来到当地居民的中间 当地的居民 一个个好奇地看着他的脖子 有个人问 你的脖子长得这么奇怪 怎么又干又细呢 医学家说 医学家说 不是我脖子不好 是你们脖子出毛病了 为什么你们不赶紧治疗 还来讽刺我呢 那个人又说 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毛病 我看是你的脑子出毛病了 医学家 说我们不知道自己多傻 没有聪明 我们就知道帮助别人 所以学博人要坚持自己正确的方向 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而人间很多人错误的理念 如果认为所有的人都说这件事情不好 可能你也会说不好 我们学博人不要认为 所有的人说他一定是对的 你要认为学博是我们心中的真理 我们就不要顾及别人对我们的讽刺 坚定信念 让别人从你身上看到佛和菩萨 改变不了别人 先改变自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今天是一个人间博 站在任何人的前面 别人一定会称你是菩萨的 人的误解 往往是没有搞清楚事情之前 不知道真相之前 才会犯错误的 学博也是这样 当你明白了学博的目的 你才不会在人间常常的失误 台长说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听 你们听了好笑 一定要哈哈大笑 很有意思 好好听啊 清明节晚上 清明节晚上 有一个人在马路边上 等车去上班 他结果呢 忘了呢 带钱 皮夹子没带 带钱 结果呢 他就打电话呢 就是打 想叫家里人给他送过来 马路边上呢 有一块坟地 就一片墓地了 有一些人在烧纸钱 这时候呢 一个老头呢 在那里 烧完纸钱 看到一个人 在马路边上 彷徨地走来走去 这个老大爷就问 呃 你在干什么 这个人一看 老大爷在问他 没好气地说 啊 我在等家里人给我送钱 这个老伯伯吓得二话没说 碰碰碰碰就走掉了 走了几十米 突然之间大跑起来 越跑越快 后面这个小青年说 大爷你听我解释啊 不鼓掌的了 要理解众生才会为众生付出 要理解自己才不会迷失人间的方向 啊 小学会把人间吃的苦和难当作一个资本 不断地从苦难当中获得快乐 就犹如很多的母亲为自己孩子吃苦的时候 他能想到我今天为孩子吃苦 但是孩子长大之后能够成人成才 所以他从苦难当中获得了希望和快乐 我们学博人每天在念经 在许愿 在放生的时候 要看到希望 当别人在苦难中煎熬的时候 而我们已经超脱了这些烦恼和忧伤 所以要学博就要看到未来 良好的心灵是对你健康的起着积极的作用 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替代的 恶劣的心情 那会影响你的身心和健康 犹如这是一个丑恶的病根一样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那就是一个砝码握在我们手中 那就是我够了 我有了 我可以了 我没有关系 珍惜拥有的 不求自己没有的 你就能获得良好的心态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 给自己定的报复太大 期望过高 使自己根本无法达到现实 他们痛苦 难受 烦恼 认为自己无能 情绪低落 有的人做事 只要求尽善尽美 所以在人间的 一些日常生活当中 为小事而怨天尤人 如果我们把目标定在自己 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我们不仅能够轻而易举的实现 我们的心灵也会得到满足 希望所有的学博人 不要功高我慢 放下自己心态 好好学博 今天拥有的 我用感恩心 今天没有的 我也不求 这一切都是缘分 好好的随缘 好好的顺缘 好好地把缘分抓在手上 我们在人间就要做成像菩萨 以后才能跟菩萨在一起 我们在人间天天做好人 我们下辈子才能投人 如果在人间天天做恶事 你就是个鬼 所以你下辈子还是做鬼 想一想 菩萨 怎么会接受我们在遥远的未来 因为我们在人间已经是菩萨 已经是佛了 所以你未来才能跟菩萨跟佛合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时间关系 台长今天给大家开示 只能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知道大家很喜欢听台长讲 这其实也是我自己一种积极的心态 我知道说不定也有人不喜欢听我讲 请不喜欢听我讲的人举手 你看我开心了吧 我当场表演看 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好心态 请大家喜欢听台长的人鼓掌 你说是不是发喜充满呢 我为什么要去想象 今天坐在里边至少有十个人没鼓掌 或者有二十个人他不愿意听台长讲 没有关系 我没看到 我不在乎 我无所谓 我知道我自己应该做的 那叫正能量 我知道那些不能量 不要影响到你们的身体 看见了吗 今天的结束要比昨天的掌声多出一倍响啊 所以台长最后告诉你们 人间的快乐是你们自己找来的 人间的悲伤烦恼也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不要去怪别人 调整心态 好好生活 人间不是我们永久居住之地 它是一个中转战 可以从人间到最高的我们的正等正觉修道 也可以下地狱 就是看你自己这颗心 好好地跟着观世音菩萨学博修心 以界为本 好好修心 让境界真正的修道 无上正等正觉 谢谢大家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君红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再次感恩大肆大悲的卢君红台长